其實那時候 我做的工作從這個洗碗工 其實我做過那個也是像那個 你第一個工作也是洗碗工 洗碗工 然後洗碗工是裡面的師傅都很兇 都很喜歡欺負那些小朋友 然後這不是我們的工作範圍 但是說這個這個下工幫我擦一擦 然後擦一擦 那不是我們的工作 其實那時候我唯一的一個目的 我想買一把八千塊的吉他 請問有一次你去印證 他問你可不可以扛牛肉 那是你的故事嗎 不是 那是我的故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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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剪的 剪很多 明雄的故事是 我真的施捨的會這樣亂問 明雄的故事是 他打破很多盤子 對...就是有時候 很多那個盤子啊 就是餐廳裡面 西餐廳 很多杯子玻璃啊 這無意間就是你在撈的時候有沒有 大哥 你要檢查每一個人的回事嗎 如果那個小燕子忘記的話 我可以給他擦一下 然後他常常會打破啊 那常常會打破就是 一下子被那個主人會幹掉 然後打破啊 之後你會賠錢啊 你會扣錢啊 結果就打破的時候 我就準備了一個塑膠袋 你知道 我自己帶一個塑膠袋 我就把它抓起來 然後把它藏到垃圾桶後面 下班的時候就把它帶回去 所以從來沒有被發現 廚房不會知道小的盤子 對...他不知道 裂開了啊 裂開了他就要檢查 那就是很惡劣啊 就是扣你薪水這樣 所以這個洗碗工的工錢是多少 差不多 那時候是8千塊吧 那就買到吉他了 一個月啊 一個月8千塊 你不就是要買8千塊錢嗎 對 8千塊錢 可是他還想要做啊 因為家裡窮 一定要註冊嘛 你要註冊要5、6千塊 所以你做了多久在那邊 差不多一個半月 對 一個半月之後 然後就跑去駐唱了嗎 對 就開始駐唱了 對 就開始我駐唱了這個聲音 駐唱應該就很賺了吧 因為那時候也不是啦 也不是很賺 也不是為了賺錢 那時候是喜歡表演 喜歡唱歌 然後就是那時候 我記得第一次唱這個 唱這個唱首是 好像是120塊 一長120塊 兩一小時嗎 就一個小時啊 就50分鐘啊 50分鐘就唱滿 而且不能拖一分鐘喔 也不能 你可以唱超過 你不能少唱